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纷娱乐,现在开手 周深火了以后不少的综艺节目都来找他 但是周深这人本身就内敛害羞,不爱说话 所以他每次接综艺节目的时候都会思考再思考 接芒果台的这一档新手驾到的综艺节目也是如此 一开始周深是打心眼里不想来 可是芒果台一而再再而散的邀请,而且还跟周深摆了条件 一个是你不是没有驾照吗,上了我这个节目你不仅也能够拿到通告费 还能够考到驾照 第二个是这一档节目里面有很多你的好朋友 比如说张绍刚啊七位啊等等 后来周深一琢磨,学车还能够拿通告费,得就来了呗 一,周深是真来学车的 其实芒果台找一堆的明星来学车这个创意是极好的 只是看了七位霍尊等人第一次学车的表演 确实有那么点不真实啊 特别是七位上手就能开,上车就能走 最关键的是他一边学车还能一边和教练插科打魂 确实有那么点让人意外 而到了周深坐到驾驶位上 看到他发抖嘴唇和颤抖的小手 其实真的能看出来周深是真的害怕呀 而周深的这种害怕和紧张感也才有那么点人间真实的感觉 果然后面周深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误 甚至非常抗拒教练喊他去练车了 这种卑微的感觉 确实瞬间让这场综艺节目好看了许多 也增加了一点地气 只是在外人看来 可能周深这种表演是综艺效果 可是只有真正对车有恐惧 真正对练车有阴影的人才知道 周深这哪里是综艺效果呀 看他的颤抖的小手 其实就知道他是真的怕车 而且是被逼着来学车的 啊,七位他们就是来真的来做综艺节目的 其实呢,这些年 七位的主业就是带着老公一起参加综艺节目嘛 而到了这一档 新手驾到其实也是一样的 七位等人的综艺表现可以说是满分 特别是考科目2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手动挡的人都在演 比如说霍尊的半坡起步 明明学车的基础就是要离合 要踩到底 而且新手驾到的教练车可是最好的新车呀 轻轻松松就能踩动的离合 到了霍尊考试的时候 就变成了离合踩不到位 挂不上档 半坡起步的时候 手动挡放下来了 却忘记踩刹车 讲真这种小事物 真的是会是霍尊这种 之前把车开到飞雪的演员会犯的吗 真的不太可能 当然最可怕的还是七位 之前练车的时候表现是完美的满分 但是到了考试的时候 却因为压陷死了 其实之所以让七位和霍尊 他们用各种方式 故意挂课的原因 其实也很简单 那就是这档综艺节目 真的就是一档综艺 三 一心只想赚钱的周深 其实这一年都来 周深确实参加了不少的综艺节目 于是网上就出现了很多人批评 周深不务正业 开始转型 做综艺咖赚快钱了 其实背后的事实并不是如此 周深这一年多来 之所以拼命的接综艺 一来肯定是为了增加暴光度吧 对吧 吸引更多的粉丝 二来是他新成立工作室 刚刚做了老板 需要养活一大家子人 至于周深来参加新手驾到的原因 其实开篇已经说过了 他是真的来学车的 就像新手驾到的第一期 所有人都在嘲笑周深胆子小 不适合开车 但是谁能够想得到 最后周深确实学得最好的 第一个通过科目二考试的人 做就要做到最好 不管是音乐录还是综艺录 周深一直都在进行这个承诺 而这也是为什么 会有这么多人喜欢他的原因了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